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农业气象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农业小叮咛 第一点就是 到礼拜二的时候 人气团会逐渐的减弱 不过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低一点 那么礼拜三晚上到礼拜四来说的话 南方渔西会有点北台 那么个地来讲的话 渔量部分会稍微的增多 那么也有点降雨的机会 那么礼拜五的时候 东北季风要再度增强 北东来讲 会是多云游雨的天气状况 中南部来讲的话 反而是转型的 天气较稳定 接下来的话 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的农业小叮咛要告诉你 就是说 这个芒果在开花期间的话 在遇到气候比较凉 比较干燥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有病虫害的发生 所以建议大家 要在开花前的时候 就要选用适当的农药 把病虫害的密度给它降低 避免在开花期的时候 因受粉昆虫无法施药的困窘 请大家要留意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天气的分析的状况 那么在礼拜二的时候 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不过正你来讲的话 台湾附近的水气是比较少的 更又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不过刚刚提到过 虽然说白天来讲 气温是逐渐在回升 但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 地温只有15、6度 还是比较冷的 建议大家要做好保暖措施 那么到礼拜三的时候来说的话 这个正你来讲台湾附近会吹偏东风 偏东风吹起来的话 这个气温会更为的上升上去 更以来讲的话天气都比较稳定 那么中午的高温来说的话 会上20度以上都是有机会 但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 日夜温差拉的是比较大 那么到礼拜四来说 刚刚提到过南方云系北台 正你来讲水气都比较多 在银封面的东北角地区比较容易下雨 其他各地区来讲的话 是属于多云 偶飘雨的天气状况 那么正你来讲的话 到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封面在北边酝亮 我们台湾附近来讲的话 随偏东风到偏南风 正你来讲的话 在东半部地区降雨会比较平凡一点 中南部跟西半部地区来讲的话 天气相对比较稳定的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流场的分布 那么在礼拜二到礼拜三段时间 是随偏东北风转偏东风 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 是在这个东北角山区 还有在东半部地区这一带 那么正以西半部来讲的话 正你来讲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为主 好 接下来看一下雨区预报 那么在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 都是以东北角还有北岸 降雨稍微多一点 那么礼拜四礼拜五来讲的话 是属于这个东北角跟东半部地区 都有点降雨的机会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野海的风力的状况 台湾附近来讲的话 都是属于大浪 那平均风大概都六到八级 正风可以来到九到十级 那么浪高大概都在二到四公尺之间 那么在外岛部分来讲的话 也是属于大浪 那么平均风也都是在六到八级 正风九到十级 那么浪高也是在三到四公尺之间 那么再来看一下潮汐的预报 台湾周边来讲的话都属于大潮 那么每天两次的满潮时间点 人家参与背板上面的资料 那么在外大地区来讲的话都属于大潮 那么一样每天两次的满潮时间点 人家参与我们背板上面的资料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温度的趋势变化 在北部来讲的话 礼拜一的时候还是比较两一点 但到了礼拜三的时候高温可能回升到26度左右 低温也可以回升到15度 那么到礼拜四到下 到底个礼拜天来说的话 高温是在20到23度 低温则是在17到19度的 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 未来一周的高温是在25到27度左右 那么低温则是在19到21度之间 好 以上就是12月26号的农业气象